文化大觀園系列節目 最初的彎曲 這裡有開封器之先的土壤 這裡是19世紀末 維新運動的搖籃 廣東佛山名人背出 南海有個康有為 文化大觀園正在播出 在佛山南海 有這樣一個村 歷經800年風雲變幻 傳承嶺南廣府文脈 這就是丹造鎮河鄉蘇村 中國歷史上 大名鼎鼎的人物康有為 就是丹造蘇村聖人 走進村落 我們巧遇康有為後人 老村長 康有為的皇室後人 康有為的皇室後人 對 我們村的老村長 老村 長得都和康有為的照片有點像 對 有點像 對 我們也合作分裂 對 我們合作分裂 對 合作分裂 康有為 毀育參半的政治家 思想家 教育家 他的名字 是和影響中國進程的歷史事件 聯繫在一起的 比如公車上書 百日維新等 此次南海之行 我們走進康有為的出生地 一探南海 為何出了個康有為 一方水土 養一方人 今天還熱力四射的醒師操 洋溢著南海人 敢於破局的獨特精神面貌 蘇村南邊有一個銀塘社學 是村民進行祭祀活動的場所 其實它又被稱作天后廟 從天后廟來看的話 銀塘村這個地方 過去就是通江打海的 因為天后是海神嘛 是吧 航運之神 是的 是的 而且我們要有一個概念 珠江它不是一條江 不是一條江 到了出海口的這裡 它是一個水網 水網 這裡到處都是水 對對對 從空中看得更清楚了 縱橫交錯的水網 我們還是今天看水少了很多 在康有為那個年代水更多 我相信這個地方 在他那個年代有很多河村 對 河村 很多河道 那這些河道可以到河山 可以到廣州 也可以到香港 對 四通八達的 甚至這裡像丹子 康有為家鄉清朝的時候 有很多虛勢 很多虛勢是很厲害的 這個古樸又充滿藝術氣息的街道 叫太平虛 曾經是連接越東與越西的 重要水路碼頭 原本商旅雲集 隨著時代的發展 太平虛沒有了昔日的繁華 但是今天 南海人又別出心裁 將這裡打造成了 充滿藝術想像力的街區 從古至今 南海從來不乏 善於破局的革新者 人們在不斷探索著 求新求變之道 我們看見在中國 海風劇之間的很多東西 都是在這裡產生 對 所以出現一個康有為 它是有這樣的一個土壤 比如說 我們中國的比較早的 我們中學教科書 甚至是把它認為是最早的 這個近代的民營企業 民族資本的企業 陳啟源的季昌農燒市場 燒市場 它就是在建村 對 跟康有為這裡也隔得很近 很近 甚至包括一些日常生活的層面 我們這裡都有西方的影響 像現在能夠是代表中國菜的粵菜 粵菜 粵菜其實也是博菜種家之產 它博菜的種家其中之一 也包括西菜 對 包括西菜 對 包括它的製作 甚至包括它上菜的方式 你看它正餐之前 我們先上一碗湯 這跟西餐一樣 對 後面最後有甜品 而且我們有按一味一味上的 也有 對 這都是來自西餐 對 你看 兩個東西是非常像的 所以康有為產生在這裡 我覺得它是有它一個土壤的 丹造位於珠江的北江 和西江交會之處 自古便是來往要衝 過去這裡商業繁榮 文化興盛 單造各村宗族各有傳承 蘇村康氏就是其中的一支 1858年 在太平天國運動 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炮火生中 康有為在此出生 不多久 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了 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 也被中外反動勢力聯合鎮壓下去 從此以後 在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 加緊侵略下 中國被迅速推入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深淵 彼時年幼的康有為 還在跟隨祖父 接受傳統的啟蒙教育 康有為小時候在這個地方 主要是跟著他的爺爺讀書 讀的都是傳統的 中國過去的血統 讀的四書五經之一類 也就是在他青年以前 他其實接受的 還是非常傳統的 中式的儒家的學問 讀的也是儒家的經典 當然他中間也讀過一些佛教的 道教的一些書 也就是中國三教的東西 基本它的知識結構 是一個這樣的 那麼他什麼時候開始 對這些舊學的東西 這個開始有一種懷疑 應該說康有為是一個 比較能獨立思考 而且是有點叛逆精神的 叛逆精神 是個藝人 個怪人 是吧 對 他小時候確實正如您說的 他讀的都是傳統的四書五經 在他十二歲之前 跟著爺爺讀書 都是讀四書 還有讀歷史 也背誦唐詩 對 那到十三歲到十八歲之間 他又被迫去讀了一段 學了一段八國文 他爺爺也要他學 因為不學 不會做八國文 就沒辦法他課就考試 對 也沒有前途 那他學 但是坦率講 他學的成績不大理想 他考秀才就考了兩次都不中 那對他這樣一種獨立思考 又有點叛逆精神的人 而且這個東西還對他帶來打擊 我想他是非常懷疑他 是的 不行 所以當他感到很困惑的時候 到十九歲那一年 他其實就不想學八國文 就不想了 康有為在南海祖屋 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歲月 閱讀了大量中西書籍 迎來了青年時代 祖屋是一座一廳兩房兩廊的 青磚霍爾房屋 採用青磚牆原木結構 古色古香 我們來到了康有為的故居 康有為出生和少年時代 在這裡居住成長的地方 這其實也是聖人之居 是吧 康有為是南海聖人 對呀 對 對 它這個宅子其實也不是很大 是一個當時比較普通的 普通的宅子 但是很標準 對 這個也說明他們家當時 還不會很發達 不會發達 看一下兩邊的廂房 真窄啊 就這麼小 正好是一個床那麼寬 就裡頭塞一個床 康有為於1876年 經歷第三次相識失敗的挫折 對八股之學心生憤懶 轉而投入領南大儒 九江先生諸刺其門下 開始研習包含理學精益的儒學 他在這段期間 經歷了生命中的重大改變 自覺如旅人之得素 忙者之賭明 痛下決心斷絕各種慾望 專心以九江之學為衣櫃 那朱刺其是領南的大儒 跟他家來講也算是世家 就是他的爺爺 就跟朱刺其是認識 而且可能關係還不錯 按照康有為的說法 朱刺其是他爺爺的未有 對 然後他的爸爸 也是朱刺其的學生 所以等到他自己感到苦悶的時候 很自然地向這位大儒去求學 那在朱刺其那裡 當然一下子就打開了他的眼界 因為朱刺其學問非常廣博 非常精深 就武學都很強是吧 是是是 從那個經學 史學 對 掌固之學 心理之學 慈禁之學 對 而且是調和漢學跟宋學 和宋學 所以他在那裡 他肯定大開眼界 所以康有為自己說 他跟朱九賺先生學 一下子像盲人 突然間看到了光 但是在朱九賺這裡學了不久 他也反叛了 也反叛 因為讀了很多書之後 他的很多見解 跟老師並不完全一樣 對 在朱先生這個地方 他只不過是把過去不系統的 傳統的這些學問的東西 然後系統化了 是吧 打通了漢學和宋學 然後其他一些這個 包括經學慈障之學 各種各樣的學問 心理之學也都打通 他形成了一個傳統的學問的 一個系統的結構 但是形成一個系統結構以後 可能他的懷疑精神更強了 對 他很強 而且他這個懷疑膽子很大 他是懷疑誰 懷疑韓語 我們都是覺得是了不得的 對 文起八代之衰 對 對 他就認為韓語講的東西不對 而且他說 韓語那個影響中國那麼多年的 那篇文章 原道 圓道 土有虛名 非常膚淺 他當時 朱九江先生就批評他了 太狂了 他老是批評他比較嚴肅 他還是笑的 不過那個語氣估計是比較嚴肅 所以 康有為也感到受震動 然後他還是就還是稍微收斂了一點 1878年 21歲的康有為 在諸刺奇門下學習 經歷了一次奇特的精神危機 對知識追求的價值產生懷疑 轉而對安身立命問題 有深切的思考 第一 對30歲前讀進群書的信念 產生了動搖 停止了先前的大量閱讀之習慣 並將書本捐出 第二 閉門瀉有朋 不再與人交往 第三 由一心向學 轉而靜坐養心 改向禪佛麒麟 他那個時候跟同學關係 其實也不好 為什麼不好呢 因為他作為一個思想家 他很多想法 是比較狂 而且在個性上 我們會覺得思想家 有時候跟精神病 只是一線之隔 一線之隔 他同學一定認為他得精神病了 因為他讀書是這樣的 想著想著 想著以為自己是聖人 然後就狂然而笑 然後突然間又覺得天下長生很苦 又悶然而哭 又哭又笑 你想我們作為同學 一般人 肯定認為這個人 鬆掉了 對 因此他跟老師 跟同學 這個時候 相處都不是非常協調 就感到非常非常的苦悶 然後到了這個學了兩年之後 到康有為二十一歲的那一年 就是一八七八年 他就告別老師 那回去之後 那是一八七八年 大概冬天回去的 那回去第二年 他就到西橋山上來了 但是那個時候也挺好玩 女兒剛出生 可能沒多少天 他居然就 也不管了 就到西橋山上來了 到西橋去悟道去了 去悟道去了 很逍遙 我們今天很難想 一個女兒剛出生 我還那麼逍遙的 雞飛狗跳的事情 我也不管了 到西橋山上 所以這個就進入了 康有為的一個新階段 綿延千年的農商文化 敢於破局的開放精神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文化大觀園系列節目 最初的彎曲 這裡有開封器之先的土壤 這裡是十九世紀末 維新運動的搖籃 廣東佛山名人背出 南海有個康有為 文化大觀園正在播出 西橋山位於廣東省佛山市 南海區的西南部 有珠江文明的燈塔之美誼 自古以來這裡文風興盛 明清時期就是著名的 理學聖地 明代由湛若水 方憲夫 霍濤等 著名嶺南士大夫 建立的四大書院 奠定了西橋山 理學名山的地位 還有一個浙江的學者 天下之西橋 而且方憲夫 靈的事工 會流傳到千秋萬代 所以不只是天下之西橋 而是天下後世之西橋 所以這裡是一個理學聖地 康有為自己說他書鄉十三世 其實沒有十三世 在他之前只有四代 他們以前是做了一個虛擬的 不算讀書人 實質 但不是讀書人 然後從他高祖康徽開始 還真正讀書 甚至自己教學生 所以你看 這裡就看見整個領南地學的 傳承的過程 一直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整個思想的演變變化 跟他家鄉的學術的傳統 跟他自己的家學 還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 對 只有把這一些橫的樹的 這樣的各種各樣的學術的關係 社會和包括整個大的 國際環境的關係合到一起 我們才能夠理解 在那個時候在單造這個地方 康家會出一個康有為 對 這個洞是明朝嘉靖年間 一個金氏 在這裡讀書的 跟他兒子 所以明朝嘉靖年間 叫何白雲 正能找地方 對 所以叫白雲洞 對 康有為來讀書的季節 就是這個時候 就是剛好春節剛過完 正月 就這個時候 大概就這個時候 他來的時候遇到的金氏 跟我們現在是差不多的 他說他坐在全邊 所以這些地方估計他都做過 都做過 對 上面那個洞 對 做過 一個孤獨的思想者 對 在大自然的懷抱裡頭 思考著 怎麼救自己國家的病 然後讓祖國的生命 能夠再往下繼續延下去 他其實很了解這座山 因為在他小的時候 他就來過西橋山 他就自己說很喜歡 這裡很清幽 很喜歡這裡的寧木之美 而且他知道最好的地方在哪裡 就在白雲洞 所以他就找到了西橋山白雲洞 這個地方來讀書 那白雲洞這個地方 風景很好 確實很清幽 很清幽 沒有人打擾 也有很多磨牙時刻 還有很多 歷代文人遊山的時候 留的磨牙時刻 對 磨牙時刻 所以這個地方讀書非常好 所以他就自己寫他自己 他都是在白雲洞的年鋪花束之間 讀書 坐在草上 面臨著流水 然後靜坐 思考 他讀書這種方式 也跟一般讀書不同 他讀了各種書 道家的 佛的 他讀 讀了之後 就書也不讀了 後來覺得我不需要了 又覺得還是不能解惑 不能解惑 讀了讀書不能解惑 所以他坐在那個地方 就開始靜坐 靜坐之後 他那個時候 好像我們所說的 靈魂出竅一樣的 他就覺得自己 真的靈魂離開了身體 看自己 看到自己的骨骸 然後這個靈魂又進來了 他看見別人 就看見別人像豬一樣 就很多的這樣一些 歷史上重要的一些思想家 都有過這種神秘的巔峰的體驗 對 神秘體驗 但是他這種神秘體驗 所以他就 我們外人看來就像是一個 就是神經病 神經病 對 康有為21歲時 在西橋山悟道 同一年 從京城漢林院來的鞭修張鼎華 到西橋山游覽 遇到了康有為 但兩人的第一次見面 並不愉快 康有為在《我史》中記載 相遇議論不合 則大聲賀鼎扶一而去 張鼎華他是潘漁人 潘漁人 漢林院鞭修 然後他就到西橋山來遊山 來遊山 他就遇到了康有為 這麼一個年輕的瘋子 對 而且很狂 很狂 你要講康有為跟張鼎華那個地位 他是天差地別 對 人家是 漢林院的鞭修 漢林院 對 而這個康有為算啥 一個秀才 舉人都還沒考上 對 地位非常懸殊 人家年齡也比你長 但是康有為在他面前很狂 不過呢 張鼎華還是氣度很大 他欣賞康有為 所以他就說在西橋山 遇到了一個藝人 然後康有為就很受觸動 那康有為就跟他成為了網連家 在張鼎華那裡 他就大概就知道了 現在京城的知識界的風氣 風氣 大家在讀什麼書 思考什麼問題 他受觸動 他就定下了 蓋然要經營天下 天下之志 對 經營天下之志 就這麼定下來了 然後 就決定要走出嶺南 要北上京師 是吧 對 要經營天下 然後 剛好他家裡的親戚 他叔叔他們了 然後 就跟他傳話了 你不能在西橋山發瘋發呆了 趕快回家 學八國文 考科舉 考科舉 所以他待了幾個月之後 他回家 但是他也並不安心科舉 所以他又開始 受到張鼎華的這個觸動 又把他17歲時就讀過的 《銀環治劣》 那樣的書將全世界的 又重新撿回來讀 重新撿回來讀 重溫 對 單造鎮蘇村的康有為博物館 陳列有大量 關於康有為生平經歷 和畢生成就的資料 以及他的信紮手稿 政論文稿 呈現出一個思索中國命運 有著維新變革精神的康有為 康有為實際上也是個行動牌 對 從不果族開始 是 在1883年 他就開始倉到不果族 他跟崇唐村的也是一個軍事 叫歐歐良 然後一起倉到不產族運動 歐歐良其實這個人 他是送中國的幼童 富美留學的一個官員 所以歐歐良也是睜眼看世界的 但是後來康有為說 他們兩個人都倉到不果族 但歐歐良有官員的身份 覺得太敏感了 不好公開出面 後來就退出了 但是他繼續 這康有為寫的戒纏族文 所以康有為自己的女兒 都是天族不果族的 對 在那個時候是驚世害俗 驚世害俗的 比起戒纏族文 康有為的驚世害俗 更在於30歲時的他 敢於給皇帝上書 主張變法 南海人的破局精神 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這個人極其地具有獨立思想的能力 和敢於獨立思考的這種獲利和膽量 對 因為在傳統的封建的社會裡頭 特別是理學一脈下來以後 很多的讀書人是沒有懷疑精神的 是 對吧 或者敢於懷疑的話 他沒有懷疑的武器 沒有懷疑的思想 他這種懷疑的思想成果 對 也不會有多大的價值 但他這裡 他有心學 作為他懷疑的這樣一種力氣 來解剖這樣一個社會 和他熟悉的這種傳統的東西 所以他就應運而生了 是吧 就他自己說的那樣 就是中國這個時候病了 敢說這個話的人 本身就膽子已經大得不得了了 是吧 而且他還說病得很重 還說病得很重 已經是病入膏肓了 然後他開除的藥和別人不一樣 別人的話就往回找 到先秦 到孔孟去找藥方 他說是要到萬國去找藥 來編一個方子 但是把這個方子編出來以後 還要有一個人 拿這方子來治病 這個人應該就是今天的神農 他自己可以成白草 他自己不怕死 這個人其實他認為就是他自己 對 是吧 中其一生 除了政治家的身份 康有為還是一個教育家 1891年 康有為在廣州設萬牧草堂 收徒講學 其教育思想影響深遠 那其中就收了梁啟超 梁啟超 這樣一個了不得的學生 我看他們讀書的那些記錄 其實他們讀書是充滿快樂的 不是說一個苦讀 梁啟超回憶 跟康有為讀書 非常享受的一個過程 大家在這個烽火日裡的時候 或者在一個月亮很好的夜晚 大家就到月秀山 到周圍很多風景很好的地方 大家就走一走 就聽老師聊聊學問 如果老師在的在場 大家就集中圍在老師身邊 如果老師不在場 他們的師兄弟之間 就爭論非常非常的激烈 但是這是充滿落趣的一個讀書 這跟論語裡頭寫的 孔夫子教學很相似 對 其實中國過去的書院制度裡頭 山長 老師和學生之間 也是這樣一種教和學的方式 非常好 開闊思想 激勵這種自由爭論的這樣一種學風 非常好 南海人節 西橋山地嶺 名人典故累成了山 曾經的人文風古與生俱來的闖進 都是大灣區今日繁榮的基因和密碼 曾經的《開眼看世界》 也奠定了大灣區的開放精神 今天 她依然以新的面貌 驚艷著世界